您好 欢迎收看今夜说新闻 过年快到了 所以很多家庭都要大扫除 怎么样预防运动伤害呢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 请到专家来为您指导 首先看我们的报道 您关静大扫除 新北市却有妇人 为了擦窗户 居然失足从11楼高坠下 只为了想有个干净的家园 却不幸造成遗憾 家庄有这么多地方要清理 究竟要注意哪一些 才能确保安全 如果需要爬高擦不移的话 下面还是要一个人 扶着履梯比较安全 有一个人在下面 用双手固定扶着 一方面看顾 肯定大大降低跌下来的危机 四肢安全同样也得严格把关 清理预测时 最好穿上防滑鞋 以免得满腿偶七 双手戴上胶纸手套 棉婴因为刷个马桶 也赔上美丽的御手 但值得留意的还有这一个 如果要从事阳台清洁工作 最好绑一条旋子 在自己的腰间 及门把上面 才能降低危险发生 绑的时候 你要抓住的另外一端 最好是固定物 像门 千万不可以绑椅子 这样比较安全 家里的漂白水跟盐酸 千万不要混用 这两个混在一起 会产生剧毒的毒气 对我们的呼吸道 还有身体的黏膜 都有非常大的伤害 使用清洁剂 也有一门学问 想擦玻璃香味的那一面 也能善用玻璃擦把 大扫除 忙上忙下 但警记安全第一 才能拨清去 跪行你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 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 国泰医院物理治疗师 简文仁简治疗师 您好 九文好 各位大爱的菩萨 大家好 是 想请教治疗师 现在过年快到了 每一年过年的前面 大家就是要排出时间 来大扫除 大扫除 就是有的时候 就会发生一些遗憾 比如说有的人 不小心摔倒 甚至不小心 从楼上掉下来 这种事情 就会让人家觉得 很遗憾 那就是大扫除 其实原来大家才发现 它其实也会有 危急生命的时候 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 我在做大扫除的时候 我要注意 先我的身体 要先做好哪些准备 这个要准备的非常多 我说大扫除 基本上要预防很多伤害 它有生物性的伤害 家里蟑螂 蜘蛛 什么这些昆虫类的 伤害会有伤害 一种是化学性的伤害 这大家都知道 清洁剂要慎用 不小心就有化学性的伤害 第三个是意外性的伤害 很多爬高爬低 摔倒跌倒 地很滑 摔跤跌跌 甚至有人从大楼摔下去的 这是意外性的伤害 当然更多更多叫做 筋骨性的伤害 筋骨性伤害就是 每年大家说 这里痠哪里痛 腰痠背痛 肩颈痠痛 膝盖的痛 哪里痛哪里痛 一堆 这个是一个筋骨性的伤害 好 那比如说像一般的家庭主妇 我最常遇到的情况 就是筋骨性的伤害 而且其实平常上班 那种已经累得腰痠背痛了 再加上大嫂俗 这简直就是不行了 对 所以我都呼吁 我们过年大嫂俗是例行的 古时我们小时候是 一年就那么一天 清洁 有没有 24号那天 宋神那天 一定要大嫂俗 那现在其实我会鼓励 不要这样集中在一个地方 要分期分区分人来负责 分期就是一天做一点 一天做一点 不要说我哪一天 把视频拍咖 从早上八点忙到晚上八点 其实这样不好 容易伤害 受不了 另外一个是分区 你不要说整天 所有的地方都把它打扫完 比如今天先弄房间 明天弄客厅 后天弄厕房 一天一天这样分区来负责 会比较好 但还有一个很重要 理论上分人负责 要说一个人通通把他包下来 最好 因为有年纪轻的 年纪大的 他可以做一些比较轻的动作 轻的一个工作 总是大家一起来 同心协力 好 那我们在扫除之前 大家就是 要搬重的啦 或是爬高啊 要做一些暖身运动的话 我们可以做哪些简单的动作呢 好 唐大师软身 我还要再强调 软身以外还要软心 为什么 因为先做心理准备 就没有心理准备 心不甘情不愿 对不对 被逼迫说 来大草食 硬拉你来大草食 没有心理准备 做起来 不只痛苦 而且容易受伤 所以心态要先说 欢迎感恩 反正今天要大草食 有心理准备来做 那当然心理准备好了以后 还要软身运动也要做 软身呢最简单就是 筋骨要稍微伸展一下 拉拉筋动一下 我碰到一个病人 就是本来坐在那边看报纸 那老婆说 他在那边看报纸 过来扳 把他喊过来扳 爬起来就过去一扳 哇 腰闪到了 这下真的不能做了 就是你一定要先稍微伸展一下 动一动 让我们的软组织 它延展性会好一点 如果今天是出众的工作 扳柜子 扳花盆 扳重的东西 软身要做彻底一点 可能也许要花三五分钟 稍微伸展一下 全身头颈部肩膀 手腕 手肘 包括腰部 大腿 都要稍微伸展一下会比较好 那我们在打扫的时候 就是会搬一些东西 身体姿势的改变 我们需要做什么一些 比如哪些姿势是正确 哪些姿势是不正确 像那种闪到 就是因为姿势不正确吗 姿势不正确是最多 用力不当 用力不当 我们很多要符合人体工学 我们很多动作 很多姿势都要符合人体工学 那大扫除最多 或者我们很多做家事 其实很多不良的姿势 我这边有一些用这个斑花的一个姿势来介绍给大家 比如说像这个姿势就是不对的姿势 因为脚站直立 你弯腰下去拿东西 这个腰非常的容易伤到 所以容易伤到 你这个时候两只脚 我们很多病人 早上跟我抱怨说 早上起来就摔牙洗脸一下 腰酸背痛好厉害 我说你忘了一个动作 你如果假设 你如果脚把它踏在矮凳上面 脚踏上去 一只脚踏高的地方 你的腰就输多了 结果他过几天来跟我说 早知道就学这一招 腰就不酸了 因为两只脚直挺挺的这样弯腰 这个腰很伤 一只脚能够往上踏高一个小矮凳 所以他都鼓励建议说在厨房 或者在冠起室在哪里 只要你常常需要弯腰工作的时候 有个矮凳来踏垫最好 如果没有踏垫至少你要一前一后 比较像这个就是正确 因为他的脚踩在一个前面的地方 帮你支撑住 就是我前面有个支撑 我这样子就比较稳 我没有这个支撑 我在这个地方 就感觉要倒下去的感觉 而且我前面如果脚有一个支撑的话 我起身的时候 可能前脚就是帮我出一点力 对对对对 没错 对腰也可以减少他的负担 大嫂鼠最怕是很多人脏 刚刚讲你没有心理准备 怕脏离远一点 越离远你的腰越伤 肩膀越伤 因为力弊越大 所以我们鼓励说 要有心理准备就是说 今天不怕脏肌 反正我要纯心 要大嫂鼠就不要怕这个 所以把东西要靠近身体 保护你的腰 对 类似这样子 像这个也是有一个脚踏起来的 刚刚那个就是直听平的不好 我觉得有时候能够踏高踏高 不能踏高至少往前踏一步 那像这个来讲 这个就是我要比较远的地方 有时候我们身体要探比较远的地方 探远的地方 那这弯腰这个腰很伤 但是我又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踏 那怎么办呢 我知道一只脚翘起来 这个的话就是 弯这个腰 这个腰看起来姿势就变成很不好 所以我们要进一步的话 有没有脚踏起来 我们有一个讲法 我们当然下面在讲说 搬重物要蹲下去搬 不要弯腰搬 对 有没有听过这个 有 因为弯腰搬腰很容易伤 要蹲下去搬 但是如果东西不是很重的话 不是很重的话 你蹲下去捡东西 哪个东西不是很尴尬 也没必要 也没必要 我们看那个打高屋球 我下去捡球 那个球不会很重 好像没有人蹲下去捡的 一定要后脚翘起来捡 有没有 可是这样子 不会有平衡的问题 那地方面当然是平衡要练好 那如果平衡不是很好 像他们打高球 高球干一撑一下 弯腰下去捡一下 所以他其实也是有撑一下 再捡 那当然说有的腹是最好 没有的腹的话 你平衡感也要练好一点 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吊车 我们又不是要 有时候盖建筑物 要吊车伸出去吊 有没有 吊东西上来的时候 你要是这样的话 这个地方会折断 对 所以后面有一个配重的 水泥块 或者是吊车 后面一定有配重的 伸出去我这样吊起来 后面有配重 我这只脚就当做配重 当我整个身体的配重 我的身体就前面重量 后面重量 我这只脚 支撑起来就比较稳一点 就是配重 你刚刚一撑出去 这个地方有重量 这个地方有重量 这样就更难了 后面多一段 对 答对 好 除了配重以外 我们刚刚讲 不要怕脏 大少数最多就是 有时候没有心理准备怕脏 离得远远的 其实这些东西 你不要怕 就像这个拿得远远的 这个肩膀的负重很重 腰也容易受伤 因为这个重量 因为下去的话 你这边拉扯过来 非常力量大 所以我们会建议说 你要是用这样把它靠近身体 就比较轻松了 大家都有这种经验 有时候搬一个比较重一点的东西 有没有 离得远远的 快要弯下去 那个背 肩都非常非常的费力 靠近身体 就比较好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要把它靠近身体 好 那最后一个 像这个的话 弯腰下去扳就不对 这一点是大家都知道的 因为弯腰下去扳 那个腰负担非常非常的大 容易散到 这样起来就散到了 对 起来就容易散到 如果这个稍微再重一点的话 几乎扳不起来 几乎扳不起来 但你硬扳就会受伤 所以我们建议说 一定要蹲下去扳 可是我又发失证是一种情况 就是我蹲下去扳 我的大腿力量不够 我起不来 对 那就是要量力而为 那就太重了 刚刚讲的 对啊 就要有的年轻力壮的 就要搬重的东西 你不要叫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来搬 对对对 像那样子可能就要两个人 同时把它搬起来了 对 这也是一个概念 大少数不要逞强 有时候我们说麻烦 我一个人拉一下就好了 对 等叫你来我都搬好了 对对 那这样就逞强就是东西 所以两个人合斑 会比较不容易受伤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窍门 就是说比较重的柜子 比较重的东西 您推不要拉 这也是一个概念 为什么 推比较省力 因为你可以利用身体的力量 推出去 身体有在处理 同时处理 推出去比较好有力 你拉回来比较容易受伤 拉也比较容易失去平衡跌倒 所以你真的很重 比如说这里有个桌子 有个柜子 有个什么东西 我要把它离开一下下 然后我用推的方式会比较好 还有一种就是说 有人会 比如说蹲在那边 洗洗摔摔 一站起来头晕 那是知识性低血压 那要怎么办 首先呢 如果说常常需要蹲在地上 处理一些事情的话 我会今天用矮凳子来坐下来 你不要蹲 更不要跪 跪膝盖会受伤 蹲了的话 蹲了的话对膝盖也伤 对腰也伤 所以最好有个矮凳让你坐下来 我自己家里 我设计了一个滑轮的小矮凳 很方便 因为你说坐在那边 有时候移动不方便 我坐在那边擦地板的时候 一直擦 我屁股一直挪 一直擦 所以就比较 活动自如 那您刚刚讲 起立心地血压 那就蹲久了又起来 血压突然降低 就会头晕 也有人甚至因为这样跌倒 所以很危险 所以第一个 蹲在那里 坐在那里的时候 时间一久 你要起来的时候 你要小心一下 我都建议说 你就先坐 先坐一下深呼吸 然后再站起来 那你刚刚讲说 我如果说站起来膝盖很伤 如果膝盖已经不是很好的话 我建议你不要蹲太低 不要坐太低 能够高一点 因为你这样起来的时候 就要用比较大的力量 更大的力量 尤其你膝盖不好 要搬重物 还是不要逞强 请别人来帮忙 会比较好 好 那还有就是说 这个时候也是 家庭主妇 或者是在家里面的长辈 出去采买的时候 大家在提东西的时候 或是拖那个 拉推车的时候 有没有要注意什么的 当然注意是 能够少买一点就少买一点 不过真的 有时候总是要买很多很多的话 当然有时候 我觉得不要逞强 我们一直强调这一点 有时候这个很重 提一下就好了 伤无重就好了 以为就好了 其实很容易就受伤 所以你如果真的 今天要出去查买多一点 还是用推车 拖车 总是好一点 而且推车拖车 你不要一直拉一边 换来换去 交换变化一下 变化一下 那还有一个当然 你如果说有一些东西 我就建议用大关节 比方你这个蛮重的东西 你背在肩膀 比勾在手肘好一点 勾在手肘 比提在手腕好 又比用手指的勾好 我常常看很多婆婆妈妈们 要买那塑胶带 通通用手指的勾 勾就这样回来 那这个手指就会受伤了 所以尽量 因为你那个塑胶带 那个很细嘛 那个力量更大 那你如果背带 那个带子宽一点 软一点 那个力量会分散一点 也比较不容易受伤 当然如果说真的很多 我建议用推车拖车 如果不方便 有时候看起来总是比较好 或者背在肩上会更好 用这样一个方式 好 那比如说 这个如果已经真的是 做完身体筋骨痠痛 或是说我做完之后 我要做什么运动 可以避免之后的痠痛 好 我们处理痠痛 有八字绝 放松 按摩 伸展 强化 我最近出一本书 新书就是3C痠痛症候群 因为现在很多人痠痛 其实不一定是大少数才会痠痛 你要是长期 看电脑 iPad iPhone 低头组多了 一样全身会这里痠那里痛 那这些痠痛 DIY自己处理 就是用放松 学会放松 现在社会上很多人 不太懂得什么叫放松 你刚才说你放松 不用紧张 没有我没有用力 他说我没有用力 肩膀一直抢着 一看就知道 它绷得很紧 其实要慢慢 要放松下来 所以放松要学习 比如说我提很重 对不对 提提了 这个肩膀很痠 手很痠 赶快把东西放下来 休息一下 不要想说再三分钟就到了 五分钟就到了 还硬撑这三分钟 五分钟就受伤了 就不要急就对了 不要急就说 反正在二十分钟就结束了 就把它撑过去 就很容易受伤 好 这是放松的概念 第二个按摩 我们有酸痛的部位 可以用按摩的手法 按摩手法很多 你去查字典 那个捏捏揉揉揉 拍一拍 吹搓揉揉揉揉 揭一揉揉抓一揉 都是按摩的手法 所以你这个酸 你可以这样抓一抓 有没有 有时候可以轻轻的拍一拍 你可以揉揉 或者敲一敲 坦一坦都好 很多种手法都好 但是注意 按摩不是越痛越好 很多人去按摩 不管是背部按摩 腰部按摩 脚底按摩 按摩说越痛越好 越痛越有效 那是错误的 千万不要越痛越好 第二个 不要伤害身体 伤害身体的意思是说 你这个动作 这个按摩动作 会伤害到身体 比如说你拍 拍得非常厉害 拍到黑千金灰 有没有 那就是伤害身体 还有包括颈部 颈部的按摩 你可以这样抓一抓 拨一拨 有没有 揉一揉 这个OK的 你不要去拍 这个拍很容易伤到 我上次碰到一个人说 那个脖子很痠 人家叫他说拍一拍 果然拍一拍 还蛮舒服的 我说千万不要 你以为拍一拍很舒服 那很容易伤害到 所以千万不要说 这个脖子好紧好痠 就这样去拍 这样拍很危险 我们不同的部位 有不同的按摩手法 你拍一拍屁股可以 拍一拍手可以 拍一拍膝盖 拍一拍大腿 这个都OK 但是肾脏的部位 不要去拍 有没有 脖子这个地方不要去揉 这些部位都是 很比较风险 比较大 头不要去拍 头可以用梳的 有没有 可以这样轻轻的揉 轻轻的弹 都可以 但你千万不要去拍 去捶 去打 这个是 按摩手法很多 但是不同部位 有不同的手法 第三个伸展 就是要拉筋 现在肩膀好痠 我就拉拉筋 对不对 这个手腕好痠 我这样拉拉筋 这些都是拉筋的 我的大腿酸 我的屁股酸 我的腰酸 都可以做拉筋的运动 把紧绷的肌肉 伸展开来 这是伸展的概念 因为它一酸通一定会紧绷 紧绷你光方松 有时候不太够 要把它拉开来一下 最后就要强化 要强化肌力 跟强化健康 因为你如果肌力不足的话 提个东西 两分钟就肩膀痠了 做事情拖地拖不到十分钟 腰好痠 为什么 肌力不足 肌力就要平常训练 对对对 答对了 平常就要把你的肌肉力量 练好一点 腹肌背筋 手臂的肌力 大腿的肌力 全身的肌肉力量都够 你做事情就 游刃有余 那另外是强化健康 我说一个人 如果健康不容易痠痛 这样喔 对 因为人体是互相影响的 你要是一天到晚病院 奶昂养 这里酸那里痛 对不对 就恶性循环 那你如果全方位的健康 我们常常谈养生 对不对 养生就是让你怎么样 过健康的生活 我身体很健康 我不容易痠痛 好 您刚刚讲这个肌力的训练 譬如说我们可不可以分 譬如说这个老人家 譬如说可能动作已经 不是那么的灵活的 他平常可以做哪些动作来训练他的肌力 好 肌力不要想成说肌力 还一定要去举沙包 举雅铃 去做重量训练 很多那个手都没力了 雅铃举起来会掉下去扎到脚 对不对 所以不是 你训练肌力平常就要练 你只要肌肉强力收缩 放松 收缩 这样也是 这就是有练肌力 你握力握力 握紧以后 握紧以后 你会发现这个手臂 肌肉就硬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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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肉强 肌肉强 比猛人之事 你平常年纪大一点一样 你再握握拳头 有没有 然后手臂用力 肩膀用力 就做这个动作 就可以强化上半身的肌力 但是记住要呼吸 很多人 可是有很多用力好像没办法呼吸 不不不 你就要慢慢练到 面带微笑 然后自然呼吸还在用力 你现在就可以试试看 这样子做 用力 用力 自然呼吸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嘛 可是就是 因为他这是我能力承受范围内 我就可以呼吸了 每个人都是渐进的 我没有你一直八百磅 你可以五十磅 然后八十磅 一百磅慢慢练也可以 下半身我都鼓励 你就坐在椅子上 想着要站起来就好了 老人家你如果连站都站不起来 你就想要站 想要站就好了 有这个动作 有这个动作大腿就说说 其实这样就有在用力 对啊对啊 这大腿小腿就在用力 或者你站在那边 稍微微蹲一下 微蹲一下 微蹲一下 那个也是训练站立 所以很多年纪大的人 我都鼓励他 平常站好以后 这样左右移动一下 然后身体可以的话 就有点幅度 那是更好 因为有点幅度 有点蹲站 蹲站 一点点对不对 这样就练下半身的力量 而且练平衡 有没有 因为你这样重心转移 重心转移 那你的平衡感也会比较好一点 对 老人家最怕平衡感不好 对啊 所以很多人 你只要脑筋想 我的肌肉收缩放松 收缩放松 就是会强化的激励 好 甚至你站在那边垫脚尖 有没有 脚跟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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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小腿要用力 对 大腿要用力 然后你把它站挺一点 肚子也在用力 脚跟翘 脚尖 脚跟翘 所以我有一招叫做脚跟石头脚尖步 我那个书中里面有提到说脚跟石头就是脚跟提起来以后握拳头 然后前面脚尖翘起来是变步 所以这个动作呢 你这样做个十下二十下 这个也是什么 训练手臂的力量 因为我手臂这样子上下飘动 练手臂的力量 我握拳张开 握拳张开 练手的力量 然后我站好以后 脚跟脚尖 脚跟脚尖 也可以练到小腿大腿的力量 而且全身都协调 那低头足的这个运动呢 低头足运动就养成一个概念 学识学地做点伸展 因为很多低头是姿势不对 知识不对 这个姿势不对 然后就有种双头 所以你又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 经常挺头缩下巴 挺一点 这样 这样动一点 就是脖子缩进来 肩膀往前 这样你会伸展到背部 颈部的肌力 而且这也是一个比较挺拔的姿势 千万不要这样 颈椎就往前了 往前了 我把这个名词叫做猿人症候群 好 有没有像猴子一样 打电脑就拿来 这个都不好的姿势 我们希望说挺拔 缩下巴这样子 养成一个习惯了 那如果低低低久呢 是不是要这样伸展 需要这样吗 颈部伸展 偶偶这样绕一下 可以 我们就把它分开 分解动作 你可以这样停一下 不要停太久 刚刚水平收缩是最好 对 有时候这边侧拉一下 这边侧拉一下 或者是有时候旋转一下 旋转一下 这个都OK 但是我们不赞成 锥状的旋转 360度转 有很多人是这样的转 这样不行 这样不好 因为我们的颈椎 拖着这个头颅 对不对 你这样子椎形 这样绕的话 颈椎第一节第二节 磨损很厉害 好 所以其实这个颈部的 这个放松运动 也要注意一下 就是伸展一下 其他分开来伸展 这个都是比较安全的 好 所以其实日常生活中 多注意一点 也可以这个活得很健康 避免运动伤害 是 好 我们非常感谢 简文仁治疗师 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也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